台南商营懒人包!14个最多萤火虫聚集的地点!看过一次就难忘。 每年4月,台湾各地陆续会有萤火虫现身,预计到5-6月份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台南有名的赏营区,南西梅岭,南化观山,新化林场都能看到不错的风景。 业者预估,如果没有下雨的话,今年萤火虫的数量会很多,让人非常期待。 下面是台南历年来的14处人系商营景点,今年准备去探访萤火虫的话,可以参考一下。 南西地区,梅岭风景区,曾闻水库大坝出水口,五龙步道,虚岩柱步道入口往上走,步行八十分钟后可达。 关田地区,乌山投水库山区。 关子岭地区,关子岭山区,东山仙宫庙山区。 。 白河地区,白河其内萤火虫富裕区,南辽农村赏营记。 南化地区,瑞丰国小,西阿里关,关山。 。 新化地区,新化林场,新化虎头皮。 活动中心侧门的萤火虫区。 新市地区,赢家花园酒店。 。 大内地区,走马赖农场。 赏营是一件开心的事,大家一定不要大声喧哗,乱扔垃圾,捕捉碰触萤火虫。 如果带手电筒的话,可以加红色玻璃纸。 山区蛇类多,最好不要进入草丛树林。 赏营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啊。